這一張是權杖舞塔魯牌 什麼意思 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人 就是他們拿著棍子 有點像是要互相打架的感覺 對 就表示你在下一段感情 也會屬於感情還蠻亂的狀態 天啊 好恐怖喔 好精采喔 怎麼可能 為什麼 就是對方他是會 屬於脾氣比較暴躁的人 然後他會有很多 自己的原則跟想法 這想法比較固執的 你可能會很難跟他溝通 然後他可能也會 有比較多的異性朋友之類的 那我會看得清這個狀況嗎 我 你會看得清 但是你不會願意去接受這個狀況 我不會踏入嗎 還是我會踏入 你會繼續在裡面 因為你不想要離開那個男生 那就不叫看清啊 對啊 那我沒有看清耶 我看得清 可是我 我的眼睛看得清 只要我心看不清 就是你的心 還是會繼續 你形容得非常的好 對 你的肉體看不清 肉體看不清 你的心不想看清這樣 就是你很理智的 你知道就是 那個男生確實有其他 你不是長大成熟了嗎 怎麼會這樣 我怎麼那麼苦啊我 到底怎麼了 建議你就是 在找對象的時候 先多了解他的品格 他的 他比較有狀況的怎麼樣 對 這樣你可能之後會比較好 如果他是一個很多異性朋友 或是常跟女生 可能跑夜店之類的 那這種人你可能就要遠離一點了 我也不會去認識到這種人啊 不好說 怎麼可能 不好說 天啊 我跟你說 如果到時候你覺得壓力太大的話 你可以來看我們11月1號的 因為看鬼片呢 有一個好處 對 有一個好處 是真實的 有科學驗證的喔 就是 可以輸牙 對 我也覺得 對 我覺得 我覺得我現在還沒找到對象 我壓力已經開始有點大了 沒關係 當參考建議就好 我們正向思考 聽聽就好 對啊 好 好打擊喔 好精采耶 真的假的 抽不好 好怕喔 對啊 這抽不好整個影響心情耶 好 所以他接下來要怎麼樣去面對 他下一段感情啊 他一談的感情就完蛋了 完蛋了 老師說他怎麼會那個 走心走心 對啊 就走心了 你管得喚失了 我現在如果認識一個男生 你說不對他可能怪怪的 對不對 會 你這樣就永遠沒辦法開始下一段 對啊 看什麼結嘛 對啊 給他一點點見 給他一個建議嘛 結尾嘛 結尾在好的 不然我今天回去睡不好耶 真的 不要問怎麼樣找到好的伴侶 就他有什麼特質 然後你就鎖定這個對象去找 好 好 然後你 我幫你抽牌就好 大家好認真喔 對 沒錯 抽到了金幣6塔羅牌 然後跟月亮塔羅牌 感覺不錯耶 感覺滿光明的啊 這就是正向的 你表示你 而且對方是很有那種同理性 他會去幫他的同事 然後會常常幫助人家 就是很有愛心的那一種人 對 只是他脾氣不好 脾氣不好 他脾氣還不錯 之前那一張不是說脾氣不好 不同人 是他好的伴侶 他要朝這個 那他多久才可以遇到這個 Mr.Rye 多久 嗯 滿看到的 半年內可以看到 我覺得這個伴侶也很適合我們耶 對 我覺得這個 好像每個女生都滿適合我們 對啊 很會賺錢 對 很會賺錢 又有同理性 又會照顧人 又有同理性 但這個人會屬於就是 你喜歡他多更多 他沒有那麼喜歡你 你比較愛他 對 你更尊敬他 更仰慕他這樣子 那我可以 因為如果崇拜一個人的話 我就可以愛他很久 對 而且你投資他也沒有問題 對啊 而且銀行都是我在 幫男生付錢 現在總是該回收了 對 幫男生 對 回到 好啦 老師至少有幫你 好啦 有啦 這樣可以 抽到一個好的 對 至少你之後真正的良緣是好的 對 是會照顧你 好 謝謝老師